兩位主席我想跟您請教 因為26號的時候 侯市長有提到選舉不合作 就沒有所謂的聯合內閣 那也沒有所謂的民主初選 或是全民調 那為什麼還有之後討論總統的合作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一下主主席 就說您自此的時候有提到說 一黨獨大的時代結束了 那國民黨未來的戰略是什麼 所以是認同民眾黨的國會三黨不過半嗎 來說還是力拚國民黨國會國伴 謝謝 我倒回來回答 不管怎樣 當然我們都是希望國會過半 但是即便我們過半 我們也不會是一黨獨大 我們必須結合所有可以結合的朋友 我相信這一點 我一定是跟柯主席 我們在選前就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們都會希望努力達到國會的席次極大化 這是為了台灣民主的第三波改革 所以我們會共同化這個目標來努力 第二個沒有錯 之前討論的那些方案都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現在是進入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就是政黨的協商也會包含國與市長在內 我們大家就是能夠希望達到民眾所期待的目標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其實我今天也跟柯主席也表明 因為的確前一段時間 拖了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民眾會不耐 甚至憤怒 我們這都表示抱歉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我們會努力加油 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持續的把可以完成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堆疊善意 然後對於這些還有需要討論的 我們坐下來再好好討論 謝謝大家 剛才朱主席有說到了 總統目前還是有一部分是非常困難的 那是不是包含就是搭檔的人選 那他們的前提其實是 柯侯要在同一張選票上 那現在你同意了嗎 對我來講是這樣 如果要合作那當然不管柯侯、侯柯 是不是在同一張選票上面 我們也是尊重我們國民黨的意見 對我來講就是說 你有個公平的 雙方可以接受的辦法 那就可以了 你剛剛有說是尊重侯柯或柯侯的這個安排 但是在就是在討論說 到底要民調還是出選的辦法 你們剛剛有討論到嗎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決定附手人選 那到底有沒有就是侯又宜這個部分 今天我想是這樣 我跟朱主席 其實我們這算是認識很久老同學 所以我們有一個控制就是 可以解決的部分先解決 但有些部分是有爭議還沒解決 還有一點 我們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所以剛才朱立文主席也講 儘快三個人坐下來談 因為這個我想今天也不能說 在當事人缺席的狀態下 我們自己倒進 我想這個也不恰當 對啊 我在重申一遍 對我來講是這樣 只要是一個公平的公開 然後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賽方式 那當然我們就既然要合作 我們還是尊重對方的意見 非常謝謝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今天我跟柯主席 我們都共同的目標 希望台灣能夠再深化民主 這第三波的民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這也是一個最關鍵的憲政改革的時刻 過去我們造成的這個民主獨裁 或者是一黨獨拿 威權式的總統 或者是獨大式的政黨 這些都要過去了 希望我們透過這一波政黨合作 讓國民黨跟民眾黨今天共同宣誓 我們對於未來台灣第三波的民主 做出一個共同的承諾 我們未來是一個合作的 是一個共享的 是一個相互資源的 同時我們有共同的理念來推動 對於不同的部分 我們可以相互的包容 所以對台灣未來的民主 可以擴大參與 更能夠達到監督制衡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目標之上 我們持續的來堆疊善意 不管在兩岸的政策 能源以及財政改革 其他的方面 我們都有非常多的共識 其實我跟柯主席之間 有關於這些共同理念 跟共識的部分 我們在九月份的時候 其實已經談過了 很可惜大概 我們也稍微延宕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十月初本來就要 召開今天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而對憲政的改革 我們更是有共同的一個目標 未來當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每一年定期到立法院 來做國情報告 立委員各黨團 聽取報告之後 也可以提出建言 總統再做補充報告 這也符合憲法相關的規定 行政院長的提名之後 要獲得立法院的支持 當然我們也希望重要的部會首長 也要到立法院接受聽證 那不管十八歲的公民權 或其他重要議題 我們接下來會持續的討論 那立委的選舉 我們共同承諾 我們剛剛也有討論了一些選區 我們都希望能夠達到立委席次的極大化 未來民眾黨國民黨國民黨跟民眾黨 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國會過半 那將來重返執政之後 我們能夠一起努力 那對總統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能夠往合作的目標來努力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也 主要一方面限於時間 一方面我們主要是針對於共同理念 共同政見跟立法委員的部分 未來我們在針對於總統的部分 越快的速度越好 能夠把整個的事情做到最圓滿 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 所以目前這種贏者權毫無自衡 有權無責的政治體制 是的確是需要修改 那麼台灣如果走出過去那種 兩極對抗的社會氛圍 我想在2024是一個契機 所以是這樣 總是台灣必須往前進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低度 一定會遇到問題 只是說在過程當中 大家去努力把它克服 我想今天這個會議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這也在歷史上 要讓大家知道 合作還是比對抗好 就是說當然合作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相同 但是就是說大家可以一種 養成一種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合作的文化 我想是今天這場會議在整個歷史上的最大的意義 好謝謝大家 謝謝柯主席 首先 2024大選的國民黨民眾黨政黨協商會議會議 進行記者會之前 我來宣讀今天四點會議的結論 首先第一點 共同進行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 避免一黨獨大贏者全拿的民主獨裁 更進一步深跨民主 在國民黨民眾黨的第二點的共識 對於未來發展的共識 在兩岸方面恢復台海和平與穩定 並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在對等尊嚴友善的原則下 從其兩岸對話持續推動交流 能源方面則共同主張環境永續 國家安全人民健康及有序轉型 堅守財政紀律等原則目標 第三在現行的憲政體制下 國會的功能可再一步強化 總統應付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兵取立院黨團建言後再補充報告 行政院長獲得立法院多數支持 重要部會首長應付立法院兵政報告 18歲公民權配合未來修憲 其他重大改革議題 待召開國事會議繼續討論 而第四點兩黨同意於2024大選 共同努力發揮1加1大於2的功效 在立委的席事上 雙方相互資源將席次最大化 以上是2024大選民眾黨國民黨政黨協商會議的四點結論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